大家好 晚安 谢谢熊现场 我们持续带来聚焦这段惊险的画面 这是美国危机亚洲的警方 今天公布了这段监视器画面 重现了一段爆炸意外的恐怖瞬间 好 你可以看到呢 这是有巨大的爆炸威力 从民宅的大门冲出来 整栋防射被夷为平地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的监视器也拍下来 这房子被炸成一团火球 整体事件其实是发生在去年的12月份 警方接获报案之后 指出有一名男子持枪对附近的学校射击 而警方到场之后 屋主拒不投降 随后就发生了气爆 其中的一名56岁的屋主 也在事故当中死亡 好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 美国现在又有一个新的 这个军事上的部署了 这是美国计划在今年的10月份 每一年在关岛这边进行 至多两次的飞弹飞行测试 或者是追踪演习 为期10年 要开发整合飞弹防御系统 也因为要加强的是第二岛链的防御 好 这个重点是要因应关岛 面临的短程中程和长程弹道飞弹 巡异飞弹 还有极音速飞弹的威胁 这是根据印太司令部的一个最新的报告 会从关岛这边的安德森军事基地 发射神盾武器系统的标准三型拦截飞弹 对抗这个是假想 是自从关岛东部800海里 高于2万英尺上空发射的中程弹道飞弹 好 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假想呢 原因就是因为先前这个 有一个情思指出来说 关岛虽然说离大陆本土的福州市 超过了3000公里 但是仍旧是中国大陆解放军东风26 飞弹号称在4000公里之内的射程 好 万一假如如果东风26的飞弹 加装了战术核武的弹头的话 那可能就会对关岛的美军基地 造成一个重大的威胁 所以呢 现在美国除了在第一岛链 加强和日韩盟友之间的合作之外 在第二岛链的部分 要加强关岛这边的防御 好 另外来看到是中飞之间 在南海的争端加剧 在过去的几周 不断的有一些争执跟冲突的事件 即先前菲律宾就指控说 中国到了海警阻挡生病的军人 医疗后送 大陆外交部当时候就反批说 菲律宾你应该要先行告知啊 不是现在等到事情过了之后 才在借机炒作 甚至说借机把一些舰材运送到 他们所谓的坐摊的这个军舰上头 而菲律宾在时隔几日之后 态度还是很强硬的 表示还是会维护其他们 在南海前哨的基地 也斥责中国大陆的要求 是荒谬无机不可接受 好 今天是端午节 那目前在南海的海域执法的 中国刀的海警也在海上渡过了一个 很不一样的端午节 端午节必备的华龙舟 还有包粽子一样都没有手 好 画面上您可以看到的是 中国道的海警执法人员 用舰艇上的木支柱和绳索 当作道具在甲板上头举办了 别开生面的汉地龙舟比赛 这些木支柱 每一根大约是25公斤重 长两公尺 海警每四个人一组 骑跨在龙舟上头 用手提着绳子合作向前迈步 让他们在枯燥的海上生活当中 也可以有一些过节的心情 同时海警们还包了各种口味的粽子 有甜的八宝粽 还有咸的肉粽 让这些来自不同省份的海警们 可以体会一下 不同以往的端午氛围 好 说到端午节 这个场景每一年都会出现 这就是发生在大陆广东佛山的叠教村 当地因为这个独特的地形 还有河水湍急的状况 所以每一年都会比赛这个飘移龙舟 这一场堪称是水上F1赛事的龙舟赛 是非常的有挑战性的 因为主要就是这些队员们 他们要利用这个狭窄的河道 还有湍急的水流里头 要来竞速飘移 要齐心抵达终点 选手们划穿的动作 整齐划一在湍急的水流当中 使出急弯竞速 还有压水停船 倒挡提速等等的困难技巧 要绕过9弯18拐的河流 奋力抵达终点 华龙舟最讲究的就是要全员默契配合 中间两排队员是发动机 负责控制的是龙舟的驱动 还有速度 头尾各三位则是龙舟的方向盘 他们要掌控飘移绝技 在每一年的端午 也因为当地佛山 这个独特的华龙舟比赛 都会吸引大批的游客 来到当地体验 南韩拥有超人气的大猫熊福宝 在今年4月份就要结束 旅行生活回到中国大陆了 历经两个多月的隔离检疫 还有适应之后 大陆的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在9号宣布福宝将会在6月12号 也就是接下来的周三 正式和大众见面 今年4月初回国后 大熊猫福宝就一直生活在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卧龙神树坪基地 由于福宝堪称是 大猫熊界的顶流人物 不少人都预期开放见面的那一天 应该会非常多人 抢着要来见他一面 而之前有很多人 都在网络上头 PO出福宝在非公开展示区的 生活片段 而经过一查之下 发现是保育区旁边的民宿 利用阳台等等的制高点 来进行偷拍和直播 相关的三个人 现在已经通通被处罚 终生都不准进入 大陆的各熊猫基地 各个中心来参观 好 焦点回到台湾 来看到每逢端午节 其实保育员他们都会 以粽子作为主题 设计适合动物们行为 还有实性的丰富道具 来看到这是台北市立动物园的 保育员 好 今年冬物节要让动物们感受到 这个过节的氛围 今天就帮这些大猫熊们 准备香包还有冰种 好 来看到就是银亚一出场 真的很赏脸耶 玩了一下香包 然后还把整张脸都满在香包里头 甚至说看到这个枕头 靠着串起来的冰种 银亚就闻了闻 用手掌整个扒了下来 接着就开吃了 不过银亚现在还在假孕当中 所以玩了一下就回去休息了 动物园现在表示 银亚现在的活动力比较低 对很多东西都是兴趣缺缺的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群球现场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